今天来到超体对抗 奇怪的是,没有降落超体中心 因为这个任务吧,它比较棘手 作为次元集客,我满级之前不能见物资的 虽然超体中心能快速升级帮我解除封印 但是我也不能过去当个人肉靶子呀 好嘛,这不就是我之前计划过的枪吗 算了,满级以后也会遇到的 我是不太明白了 次元集客最大的好处就是四级可以召唤物资 非得空手到十二级干啥呀 咱可以比一比,剪的肯定没有这个好 十一级了呀,马上咱们就能随便捡了 我还怕空手遇到火箭小子什么的,结果啥也没见着 哎,我就很费解 怎么了 为啥只有火箭小子的名字这么随意 其他角色都是真儿八经的职业名称 什么,什么医师啦,尖兵啦,赏位啦,到他这儿 小子,这算怎么回事儿嘛 呢,封印接触,嗨,箱子里的物资也没用到 敌人也太少了吧,咱去超体中心看看 这兄弟显然就是来给我送车的 谢谢你的小车车,我会好好开的哟 超体中心就是不一样 原来还带欢迎仪式的 怀念这叫一个萝卜喧天扁炮七名呀 看着是山庄文虎猴子称大王啦 我就半天没来,超体中心变天了呀 等着啊,等我逛完超市捂这一番 必将夺回属于我的,那个,面子 嗨,打不着咱就出去嘛,多大点事儿 看他半天都没飞,拔成不射火箭 这还有啥怕的,走,上去攀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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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